2019年是廉政公署成立45周年 廉署社区关係署以全城全城昌廉计划为基础 在2019年1月开始推出一系列以分享成果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同市民一起倒数 迎接2019年2月15日廉署成立45周年 这个富有纪念性的日子 由1月1日起的45日 我们每一日在廉署45周年网页 和全城全城Facebook专页上上载影片和相片 精彩的内容就包括由廉署代表、合作伙伴 和各界社会人士分享的诚信小故事 以及他们对廉署的祝愿 提起廉署 不少人会联想到咖啡这个象征 廉署特别在2019年1月 在尖沙咀和铜锣环举办快闪咖啡分享活动 活动现场摆放超大型廉署咖啡杯 配以文称主题的Selfie Wall 让市民可以拍照和即时分享相片到社交平台 另一次快闪咖啡分享 是以香港怀旧冰室做主题 这间亚廉咖啡也展出了廉署多年来的经典广告海报 还设有雅座让市民一边喝咖啡一边玩游戏 两次活动都吸引了很多本地市民、中外游客 还有多间的传媒机构报导 在2月15日即是廉署成立纪念日当日 我们特别安排了一部成果电车 在金钟、侧如冲和跑马地和市民分享成果 派发廉署咖啡和廉署纪念品 世界在变,廉署反贪的决心始终不变 感激香港人45年来一直与廉署同行 将诚信果实传遍香港每个角落 廉署衷心感谢大家对宿贪窗廉工作的支持 亦都期待与香港市民继续贡献成果 迎接更多个45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